執行 巡答時間30分鐘 市政報告提出總質詢 那麼現在是不是先請主席 先請張院長 好 請張院長 張廖委員好 院長好 我想最近本期也看了好幾段的總質詢 我看藍綠的委員都對院長的接任 接任所謂的看守內閣 看守院長的表現都還算肯定 那在本期的了解裡面 歷任的行政院長 在馬政府的8年的歷任行政院長 大家都說你的施政滿意度是最高 謝謝大家捧場 是這樣子嗎 你有看過實際的資料嗎 我沒有實際去比較 但是很多媒體朋友這樣告訴我 那我就 你想知道歷任的院長的滿意度嗎 我手上沒有這個數字 本期真的去掉了 你真的是最高的 真的嗎 謝謝 從劉兆玄 97年5月20上任 到98年9月10號卸任 當時的四信大學做了一個民調 他的滿意度是30% 然後吳敦義上任之後 98年的9月10號 一直做到101年的2月6號卸任 一共任期兩年五個月 在遠見雜誌的調查裡面 滿意度是42.7 那麼過來是陳聰院長在101年2月6號 那麼做到102年的2月18號 那麼任期只有一年 他的滿意度 是台灣TISR做的指標民調 是13.6% 然後再過來接任的 江儀化院長從102年2月18號 做到103年的12月8號 那麼一年10個月的任期 他的滿意度啊 也是同樣由指標民調做 台灣指標民調做的 也是16.8 再過來由毛治國院長接任 那他任期只有一年兩個月 那做到那個1月31號 他的做的也是指標民調做的 也是19.3% 那院長你其實 遇到了這個2月6號 遇到了台南的這個震災 那我想你的表現啊 媒體的印象啊 我想佔多數的這個感覺 那在媒體做的民調裡面 大概都滿意度都高達6成以上 那其實只有短短的一個月 去看你的民調 其實我覺得也不準 你自己覺得不準 那你覺得你可以做得更好 剩下的這個任期裡面 我跟委員剛才講到一半 就是說一折一喜一折一憂 憂的是說 就像您剛剛講的說 才一個月就有這個數字 後面還有將近三個月 我覺得院長你的務實的態度 本期是覺得觀察起來 應該算是可以肯定 謝謝 那我覺得現在大家在講 其實台灣的這一次的政黨輪替啊 這個交接的任期啊 有長達四個多月 所以大家對於要不要定定 總統職務交接條例 其實大家都認為說應該要定啦 但是院長你不斷的 或者跟委員暗示或者說提示 說會有限縮 所謂總統職權等違憲的事情 那請問院長 你的態度 這樣的態度 到底 你有沒有看過 其實台灣政黨輪替會變得常態啦 那你知道 政黨輪替台灣的這一次 四個多月的這個 所謂的憲政空窗期 在民主國家裡面算是 長的短的還是 你知道這個整個狀況嗎 你說是交接期 就是所謂的這個交接期啦 長達四個多月啦 應該是比較短的 應該是比較長的 應該是最長的 所以我想 來制定這個 把它制度化 制定條例啊 來把它法制化 我覺得有那個必要啦 我同意 那所謂的限縮的爭議 我覺得也不要因人而異啦 我想 在過去2008年也好 國民黨的委員也好 或者是 那大概 提的大概就是 我看過那個條例的草案 大概相去不遠 我想 有關 比較重大的 爭議性的法案 像最近 因為本期長期以來 比較關心教育文化的這個法案 那我們看到了 所謂五年一千億的這個高教 新世紀藍圖的這個案子 那當然 五年一千億 我們是不是也請教育部 吳部長 一起來 貝勳 吳部長 吳部長 是 吳也好 我想 本來這個事情 你就說嘛 教育委員會一定要認同 那麼你才會送行政約核定 因為他 長達了五年的一千億的一個補助 那我想這個 你曾經說過 如果不在五月核定 那整個大學 所謂申請這個補助 會延宕一季三個月嗎 這要看後續的計畫 什麼時候提出 然後什麼時候核定 我想大概我們也都不希望高教 這個預算不夠或怎麼樣 我們當然都支持 只是說這樣子的一個 本行人好奇說這個決策過程 這個決策過程 就是說 這五年一千億 其實你也知道 我們的準總統 蔡英文總統 也不斷地去提說 他是不恰當的 五年 倒不是說不重視這個高教 而是說 整個高教的發展的方向 是不是值得檢討 我們過去做了這麼多探討 那我們匡列的這個預算 我們執行的方向 檢討的方向有沒有問題 我想部長應該可以認同 本行所講的話 我想這個計畫 其實已經前後規劃了十個月 那對於過去十年 曾經執行過的計畫 我們也務實地做過檢討 所以才會有新的方案 部長我想 關於高教這個你也提過了 後來如果不是因為你在 我們去連便當都沒有 然後這個第二天就 過兩天就傳出 國民黨的委員 他們是去吃所謂的 1680的套餐 我想我也不談這個 本行來自基層 我想問部長 你對十二年國教 今年要實施第三年 你滿意嗎 我想十二年國教 在103年上路以後 已經逐漸去穩定 那大的方向 我們也繼續在努力 那你認不認同 你認不認同 在馬政府執政裡面 所謂的十大民怨裡面 有十二年國教 家長不滿意的這個項目 我想十二年國教在103年 剛剛上路的時候 在入學分發制度上 讓大家覺得困擾 這個事情我們非常理解 所以這兩年來 我們在方案修正以後 其實去年就已經相對非常穩定 那我們相信今年 在入學分發制度上 也不至於再有任何 你認為 你認為啦 事實上 我們調查出來的資料 不見得像你所說 我想你們自己做的 家長你們會設定說 會不會同意考試 本來十二年國教 我想最大的精神 應該是免試 在一定的這個條件下免費 對不對 是 那你覺得會考是不是考試 會考是一個標準參照的考試 他是希望能夠知道 每一年的學生的 基本的學歷是如何 這個未來我想 不管他以後 用不用來作為入學的參考 他一定都還是得做 因為我們這樣才能夠知道說 十五歲畢業的這些學生 他每一年他的程度到底是多少 從國賓教育的觀點來看 我們需要有這個數據 才有辦法來制定未來的政策 所以你對十二年國教 現在區域穩定是很滿意囉 我們有 當然有繼續努力的空間 這我們都持續在改善 我想 當然十二年國教實施 在當年一百零二年 決定宣布的時候 說一百零三年 零四年要開始實施 我們就覺得太過於倉促了 大家都探討過了 我想我也不在這邊 再來提這個 只是我要提醒 我想 馬政府之所以會被輪替 滿意度會那麼低 我覺得十二年國教 本期來自基層 我們非常了解 家長對十二年國教 教育界的老師對十二年國教 我相信他們的滿意度 他們對於這樣實施的 很多 你的政策 你的理想跟你要達成的目標 我想是有落差的 當然 我要再問 部長 跟院長 那今年大學的學測 院長 你知道今年大學的學測 作文題目是什麼嗎 你怎麼看這個 你怎麼看這個題目的出題 如果是你的話 你怎麼解答 如果是我 我怎麼去寫這篇文章的意思嗎 對 你大概講一下 你能不能講出來 你去寫說這個 他造成了風潮 跟社會上一窩窩的風氣 我會從這個角度去做一些深論 你會從這個角度做深論 我女兒今年考 她打電話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 因為我以前是媒體記者 我也自認文筆不會太差 我就跟她講說 那大概就講一窩窩窩吧 大概就 大家可以做一個反省討論 他說爸爸你錯了 他說 他有所謂的這個 裡面 這個命題裡面有引導寫作 他說 104年8月8號 蘇德勒颱風來襲 台北市龍江路有兩個油桶 遭強風催落的招牌 砸歪了 因而被戲稱為歪腰油桶 那麼由於歪腰油桶姿勢可愛 民眾紛紛到該地拍照 使受災油桶意外產生 療癒的功效 療癒 療癒的功效 直譯新聞甚至引起了外國媒體的注意 每日 皆對台灣人民在天災及苦悶的生活中 所展現的幽默感 印象深刻 稍後 中華郵政還推出 特製的油搓 就是 人性也 歪腰也無妨 這樣子的一個一系列主題 可受歡迎 那麼請就上述新聞事件 以我看歪腰油桶為題 寫一篇完整的文章 陳述你的看法 感想或評論 內容需 去切合歪腰油桶所引發的現象及迴響 那 就有這個作文老師在報上寫了說其實關鍵詞是 部長你知道嗎 是什麼 他說這一篇的作文題目關鍵詞是什麼 他這樣子引導說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那到底他是關鍵點在哪裡 我想那個 批券的老師會從那個各個不同的角度來看這個成績 他不會說只看某一個面向的 那你覺得呢 你覺得 你覺得剛才在命題上有這樣的引導 他是在講什麼 就是一個時髦的現象的流行 時髦的現象 我聽說關鍵詞叫幽默啦 幽默 好像在苦中作樂啦 所以他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人生也外憂也無妨 好像有一點點這個 他說 每日 對台灣人民在天災及苦悶的生活中 展現的幽默感印象深刻嘛 他寫在命題上面 這樣解題 那我是覺得 我不曉得這樣的題目 當然 我想出題老師應該很用心 想要出一些創新的題目 讓孩子能夠 展現他的這個創意 隱身 然後從不同的思考面向 去對這個現象平息 我想都沒有錯 其實剛才院長跟部長講的 跟我跟我女兒回答的 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啦 大概觀點 大概可以看嘛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我接到很多 孩子的家長跟我說 奇怪 他兒子女兒以前寫作文 大概都不會很差 大概分數都27分 大概都在 一定的水準以上 當然看分數實在是這種作文 平 平良本來就有點主觀啦 可是他說奇怪 怎麼考了都8分9分 還有10分10幾分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 到底 像這樣子一個題目 包括 我們如果知道 其實在 蘇德勒颱風 我想他造成的 災損 應該是 破了賀博颱風 我記得 那個天災啊 造成台灣停電的戶數 大概超過400萬戶 賀博颱風 那次最嚴重的時候 1996年 那一次大概只有 270萬戶的停電 停電數 那造成了這麼大的 一個災害 院長 你是哪邊的人 你是我住哪邊嗎 你是你的 你的家鄉在哪邊 你是都市人 我生在台北市 我生在台北市 你生在台北市 那你可能不知道 你知道 在 蘇德勒颱風 那一次 去年 它造成了 新北市烏來區 桃園市復興鄉 很多部落 都成為重災區 你應該知道 我知道 我現在住在新北市 剛好就是 全台的農損 超過30億 像這麼大的風災 那如果是那邊災民的孩子 我想問一下 院長跟部長 他們怎麼幽默起 當然不可能幽默起來 那所以 那個院長 像初 我是覺得 我們從事教改 這麼多年在推動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 看到孩子有多元的觀點 能夠來好好創作 可是像這樣子的一個 作文命題 院長你認為恰當嗎 我覺得 這個他剛剛 您提的這個引導式的敘述 是把它導向幽默 但是我剛才 直覺上 我如果是學生 我去寫的話 會寫一窩瘋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希望老師也是 從多元的角度來評測 你知道上個月的這個 這個學測 有多少個 跑生 拿到零分嗎 很多 我有看到報導 我不知道數字 算是比 2240人 大概比去年 多了640多人 增加了四成 也是五年來 零分最多的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很 都對這個 我們都一直花了很多的精神 時間 投入 所謂的高教教改也好 基層的國教也好 那我們對於 孩子的 這個 很多的 包括會考 這樣子的一個命題 我覺得 不能老是從台北看天下 真的像 部長 你覺得像這樣子的一個命題 你們部裡面 討論過沒有 因為大學入學聯考 基本上是 他是一個委員會 是 他是一個委員會 那大考中心 他們是在獨立 我們當然也都尊重他的職權 只是說 出這樣的題目 你認為恰當嗎 我想 老師在出這個題目 可能有他的用意 不過我們會請大考中心 你覺得他的用意 造成了這樣子的零分 跟沉香差距 這個是不是應該避免 我想我們會請他們來 檢討這個未來的命題 我想才一個月 我想有機會的話 應該要好好來提 再過來 本期長期關心棒球運動 我想部長你也非常清楚 是 那我還記得 以前蔣偉林部長到 他很喜歡棒球 他到海中去 看國際賽 我們常常見面 我比較少看到 吳部長 然後 我想從一個故事來談 我在大概十年前 我在西院高中的青少棒 我們到國外去比賽 然後我知道 因為中國的打壓 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名稱 國名 都是用中華台北 是 好 現在 我們也都習慣了 用Chinese台北 那 最近 最近 我們知道 日本的職棒 邀請我們台灣的職棒 到日本去比賽 在明古屋跟大阪 3月5號跟6號 對不對 是 過去他的一個 過去 當然2012年 日子也邀請過 台灣職棒過去 他是因為感念我們 對於震災 我們對日本 當時2011水災的時候 我們捐了很多錢 所以他在東京 巨蛋球場 他們有一幕讓我非常感動 全體起立 謝謝台灣 那一幕讓我非常感動 當時我們的中職明星隊去那裡 好幾位球員都哭了 都覺得 哇 日本人 他們 我們對他們這樣付出他們那種回饋 那當然 今年 部長 你知道今年中職明星也受日本職棒明星邀請 也去 日本比賽 你知道嗎 即將要去嘛 即將要去 對 那其實過去 我當然講這個 其實我 提告說 我要講一個故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 我也曾經帶球隊到美國去比賽 譬如說小馬聯盟那些國際賽 那我們棒鞋都會選拔 那是以城市為代表隊 當時台中的西院就拿到代表隊 那我們出了國去美國 我們就叫 Chinese Taipei 因為那時候的奧會模式 我們的國際組織的名稱就叫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都設計做CT 所以就沒有很明顯說 這個Chinese Taipei 那有一次 有一個孩子 就看到那個名稱寫Chinese Taipei 就問我 那個棒球隊的球員就問我說 議員議員 為什麼我們是台中市的代表隊 不是Chinese Tai中 是Chinese Taipei 部長 如果你要怎麼回答 我想我們在國際賽會中 因為是要國際上的認可 所以中華台北這個名稱 因為已經使用了相當久 所以對外也是 我們現在都習慣了 其實我比較習慣說台灣 當然各自 大概都尊重 都知道是代表國家代表隊 我們也不是在計較 現在問題就是說 我們也知道 中華棒鞋跟 中子聯盟 長期以來 為了國家選訓隊 總是會有一些 這個 爭執 那你知道這一次 又為了這個Chinese Taipei 發生爭執的事情嗎 細節我不瞭解 不瞭解 我想就是中子聯盟過去 他因為他是職業隊 他都用CPBL 那也是大概去 包括2012去日本 也都這樣打 大概不會有問題 這一次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 就用了一個CPBL Chinese Taipei 那當然 這個在 日本的職棒界 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奇怪 這個Chinese Taipei 是國家代表隊啊 那這個只是一個 職棒明星隊的一個比賽啊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名稱 那當然 部長 我 講這個 無意啊 無意去 去 挑起 介入這個 兩個 團體的一個糾紛 我只是要 提醒你 我們在推動棒球 本席也非常喜歡棒球 我們在推動棒球 那麼很多球迷啊 都不樂見看到 兩個單位啊 常常為了一些名稱 說實在的 全職台北有什麼好用的 我實在是不曉得 那 但是在棒球界 可能他就是代表 這個國家代表隊 有一種榮譽感 那 大家都用這個啦 好像說 我們 本來在奧會模式是 被 是被逼才用這個名稱 那現在變成 我們用習慣了 用這個 在搶這個名稱 那我是覺得 部長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 現在的棒協的理事長是 你知道是哪一位嗎 抱歉 我不知道 要正經 前立委 你知道 中止聯盟的會長是誰嗎 是 吳志揚 吳志揚 是 也是 桃園市的前市長 是 縣長 我想他們都來自同一個地方 最近因為 本席也接到陳情 有提到說 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 選訓的名稱在爭執 我就覺得很奇怪 兩個都同一個地方選出來的立委 選出來的名義代表 到底在爭什麼 那球迷也撞到無沙沙 當然 這個事情 我們希望 部長好好的處理一下 可不可以 其實我還是比較關心的是球員 我比較關心球員 你看這些 職棒的球員 他們去 國外打球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王建民 他在美國 曾經很紅 在陽基隊 他 他 待了 他說 今天說 他再待一年多 他可以退 62歲 開始領退休金 可以月領 53.5萬 部長 你都對運動 都不太了解 我給你問 包括報酬 你不是很了解 抱歉 我對體育沒有那麼熟悉 我必須告訴你 這個就是問題 我們歷任的部長 尤其在 我們體委會 在併入體育署之後 本席覺得 整個 這個 包括運動員的權利 包括這些 為國爭官的球員 包括我們的運動產業 其實 都被晾在一旁 我這樣講 你認不認同 我相信那個體育署剛才您關心的這些問題 他們都有具體的方案在努力 有具體的方案 我問你 你都不知道啊 你作為部長 你都不知道啊 其實我 你知道 有一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嗎 是 我知道 什麼時候公布的 你知道嗎 具體的時間 我不知道 100年7月6號 100年7月6號就公布的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我為什麼會提到王建民這個事情 因為本期在推動基層運動 運動棒球 這個棒球運動的時候 我們常常要去找很多的教練來幫 來教球 可是我們有時候 對他們 一看 姜仲好 以前兄弟隊的英雄 哇 這黃武雄 以前三上隊 投手 哇 這像 可是 談到他們的保障 我們都搖頭 我們怎麼樣子 讓他安心在基層教球 當然我知道 我們有很多的 這個 專任教練等等的設置的辦法 都在推動 可是整個產業 像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在100年7月6號公布 去追 去了解 它裡面其實有很多 在推動運動產業 其實如果運動產業能夠蓬勃 一定能夠帶動基層非常多的 過去的運動人才 國家英雄 他們的未來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 輪廓 可是 我必須問一下 部長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在我們的 運動發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裡面 我們在7月6號公布之後 我們的第7條 第7條 為了促進運動產業之發展 政府得捐助設立財團法人 運動產業發展研究院 其設置條例令定之 定了嗎 這個還沒有 還沒有 四年半 好 我再問一下 第12條 第12條 定了嗎 這個部分也還沒有做 還沒有做 主管機關 對運動事業 引進運動產業 相關之關鍵技術 發展國際或自由品牌 並有助運動產業之創新 及發展者 得補助之 並提供相關國際市場 拓展 及推廣銷售之協助 前項補助之對象 及資格條件 審核基準 申請程序 及其他相關 四項製辦法 由主管機關 會商經濟部 訂定之 請問定了嗎 有關於那個 運動科學的研究 或者是協助成立運動企業 這個部分目前 運財基金有在支持 我問你的 是第14條 剛才提到的這個 就是有關 這個 這些運動產業的發展 它的關鍵技術 發展國際自由品牌 有助於運動產業的 創新發展 補助的這個辦法 對 我就是剛才跟委員說明 我們現在在那個 運財基金之下 是有協助 這些對運動有興趣的 年輕人 他們來創業 我現在是基同要講 我知道沒有這個辦法 經濟部 沒有定這個辦法 第15條 政府因 協助設置運動產業聚落 並訂定相關獎勵措施 優先輔導 公益性民間體育運動 及建築專業團體進駐 參與設計 規劃經營利用 並透過群聚效率 來促進運動產業發展 那麼前項 點點點點點 委託經營管理辦法 由主管機關 訂定之 有關運動產業聚落 第15條 我們做了嗎 這個可能還沒有做 那我才問幾條 後面還一堆 我真的時間有限 我問一下部長 那我們訂這個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是在做什麼 我剛才有跟委員報告 就是有一些工作 確實他們有循序漸進在開啟 但是因為經費有限 部長我問到了 你們高校藍圖五年就一千億 我不是說 那不重要 當然性質不一樣 那有關運動 這個很多 我們每次看到 今年是奧運年 我們看到很多賽事 看到那些國家英雄 像金融哨棒 一堆都在台北市養工處 這樣對待他們公平嗎 你覺得公平嗎 那些當年 楊威 在威廉波特 楊威 世界的那些小英雄 萬人空巷 院長你覺得公平嗎 當然不公平 那我們訂定了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四年半了 結果到現在 很多相關的辦法 相關的一些細則 到現在都沒有耶 委員既然點出來了 我想這個教育部回去 應該會很快折成 我覺得該做的要做 趕快把它訂出來 我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比較關心 我長期在關心 我也希望 包括我也去調了強棒計畫 你們對棒球的努力 那個我們都很肯定 但是問題有很多 重要的條例 那麼發展 我覺得主旗室的人 因為 體委會合併到教育部之後 我感覺 感覺連部長也不是很重視 部長你也不是很清楚 那沒關係 請坐 我來 剩下一點時間 我請文化部 黃部長 來 請文化部 那個部長 來 部長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簡單的問你 你知道現在動漫化產業是非常受到矚目的 台灣有這個市場吧 動漫產業我們現在在台灣市場正在起步 正在起步 其實有市場 只是都在被日本 都變成日本的傾銷地了 傾銷國了對不對 好我現在不跟你討論這個產業了啦 因為我想台中市最近在爭取 去年就送了一個國家動漫影像產業園區 我想這個計畫 對 那這個計畫目前在哪邊 我們現在跟台中市已經建立了一個平台 那我們的由於我們的陳次長 跟台中的副次長 我想那個在水南經貿園區啦 我們準備在那個 水南機場 西屯 在水南經貿園區啦 目前在國發會審查嘛對不對 今年5月要做決定嘛 我想現在是所謂的看守或交接期啦 院長 我認為這個沒有爭議喔 這個東西大概有18億 這個對於打造台中市為國家動漫之都啊 這個是一個很具體的案例 事實上是我們主動跟台中市政府提出來的 很感謝你 但是 我們說我們雙方來合作 那麼因為台中市政府 它本身已經邊緣有12億 我們真的希望 規劃好了 我們希望喔院長 我希望你能夠盡速來促成 這個案子只要審查過程順利 我們沒有要它 現在審查到什麼地步 現在台中市政府啊 這個計畫還在做 我們雙方面在上個禮拜 已經送了啊 我看你們都已經送到 國發會去啦 是 那個還沒有到國發會 那麼台中市呃 這個林市長也到行政院啊 你的期程是從2016喔 是從明年開始 欸2017喔 是從明年開始喔 我們大概 我們大概 好 謝謝張廖委員 謝謝張院長 現在請 謝謝張院長 谢谢观看